屯門早前有少女被人欺凌 围观的人还拍片放上网 警方说是因为疫情 令到大量青少年聚集 有区议员建议警察 多些巡邻教隐蔽的地方 林芯仪了解过 上月底网上流传这条片 是你这样说? 将屯门区一宗青少年欺凌案件曝光 提起数字 屯门区今年一至二月 与上年同期比较 青少年涉嫌商人和严重偶打 而被捕的相关案件升了一倍 警方说某程度上与疫情有关 大家可能近期都知道 我们屯门警区有些同党欺凌事件的问题 我也想讲一讲 这些同党因为现在最近疫情的影响 很多学生不需要上学 他们就会出街 也会大家聚在一起 当他们聚在一起 有时他们会够胆去做一些犯法的行为 不过屯门区区议员不是这样看 曾感荣本身是注册社工 在区里面大 亦都在区里面服务了几年 他说其实屯门夜清的现象一直都在 他认为警察多些巡邻比较隐蔽的地方 可以帮助同类型的事件减少发生 屯门区的负负罪行委员会又帮不帮到手呢 他们说因为疫情影响 一些大型的推广都没有再做到 在网上去传达讯息多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 就是我们恒常在现今 尤其是近两年 是要透过网上去传达这个讯息出来 不过看回他们的Facebook 最新一个post都是去到2013年的 他们说来着的挑战 都是要加强网上宣传的渠道 以及继续在区议会争取撥款 有线电视记者林芯仪报道